好 那另外一個賴清德 賴清德一方面要討好年輕人 但一方面明白的 就是騙年輕人上戰場 大家來檢視一下 第一個 賴清德說 要設百億學生海外圓夢基金 跟有夢最美 要讓年輕人 你可以到國外去念書 大家聽得當然不錯 但有些人說 好熟悉 彷彿有某個人 也提出一模一樣的政策 這個人叫做韓國瑜 韓國瑜之前提出來 免費遊學 當年他的對手蔡英文說 跳票的可能性比較高吧 根本不知道你預算怎麼來 所以記者立刻問賴清德 請問百億的經費怎麼來 因為昨天他自己都說 照顧0到2歲的小孩 要花39億元 高中大學的這些學費相關補助 高達219億元 你哪來的百億元 學生海外圓夢基金 他說我可以跟社會各界 來捐款 來募捐 大家一聽傻眼 你比韓國瑜當初提出的 還更不可靠 那現在有個新聞 是包括雙語教育 很多人一直在抱怨 我上數學 上物理課程 上歷史 有一些課程 規定要用英文 就老師教的要用英文 學生也必須要用英文來回答 那有些老師真的沒有那個能力 真的是很難 尤其是自然科學 賴清德說沒關係 一切都可以克服 現在已經開始出現一些狀況了 有國中的家長 因為有一個家長他有兩個小孩 一個是國小 一個是國中 但他沒有講這個聯絡部 是國中還是國小的 他說聯絡部已經開始出現 金晶體 有些觀眾可能不知道 金晶體是什麼 你可以先手機 搜尋一下水晶包的這個 金晶體 就是簡單的會講英文 難的會講中文 所以他第一個 我翻譯一下 數學習本 第38頁到39頁 是第一項功課 第二 甲本 8 到20 1 乘以3 就是甲本要練習 第18頁到21頁三次 好啦 就是這樣 晶晶體 但我覺得好像也 也沒有說完全不好 晶晶體總比全部都是中文好 但同一個時間 有另外一位家長在臉書抱怨說 他們國一 國一學校的英文練習本 是叫他寫ABC 大寫A 小寫A這樣練習 他說差太多了吧 我們小學就去補習 辦練英文了 怎麼國一的家庭課本 他的功課是叫你練ABC 他覺得莫名其妙 同樣是教育的問題 昨天台大的龍退教授的 這一些非常隆重的一個 非常高度有榮譽感的 居然出現了一個不榮譽的教授 叫做陳明通 讓其他在場的人 覺得備受屈辱 說我怎麼跟這種人平起皮坐 所以社科院院長蘇宏達 就很生氣 莫名其妙 難道是要肯定 您之間是冤案嗎 邀請他的就是這一位 台大校長陳文章搞了一個大文章 他說其實當場 陳明通拍完照之後就走了 沒有跟大家查緒 他還用台語跟陳明通說 這個事情 真不好意思 但事實上他也覺得說 陳明通確實做錯了 希望下次看到他 建議他要道歉 所以陳文章是人格有 雙重人格互相矛盾 還是很相怨 我既然覺得你不對 但我又覺得很榮譽 然後在看到你的時候 跟你說不好意思 但我希望說下次看到你 我希望你公開道歉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你 請教楊敏 首先這個政見 其實你會發現賴清德的政見 幾乎都是踏在前人的肩膀上 比如說郭台銘的 零到六歲國家養 比如說這一次這個 這個什麼百億基金 國外這個留學等等的 這個其實你會發現 現在台灣不是講是非 是講立場 如果今天你喜歡他 他提的政見你就會肯定 你不喜歡他 他提什麼你都討厭 結果當有一天你支持的人 提了一模一樣的政見 你就會說好香好棒 難道我覺得大家可以冷靜 理性的來看 所以像比如說你 零到六歲國家養 你不得不說這個我覺得還是有必要的 比如說這種百萬的留學基金 有沒有必要我覺得可以討論 但是你不要四年前曾經罵過韓國瑜的 請記得跟他說聲抱歉 當然這個雙語教育 其實這個是最近所有國高中的 甚至國小的老師非常困擾的部分 因為你不要講什麼中文用英文教 現在大學的中文系 你知道有些大學是中文系的課程 要用英文教 他說因為我們要讓學生有國際觀 我實在很難理解 好 那沒關係 沒關係 可是國小的體育音樂美術 老師要用英文教 我先不管這個師資有沒有辦法培育成功 但是你這樣只是讓孩子們 他的英文程度還沒有到一定水準的時候 他會增加更多的困擾 於是老師們 很多的在教育線上的老師 他們最後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就是我講完一遍英文 我會再講一次中文 就是國語我講一遍 或者盡量不要講話 對 或者說就是 你們不懂的地方趕快再問 整個教育的成效就會降低 所以老師 老師痛苦 學生學不到東西 然後最後整個教育的品質都被拖垮 至於台大現在被陳明通 已經 老實說真的是 搞到整個台大的品質 信譽 都真的是沉淪了 更何況 不要忘記了 陳明通是不是還有其他未爆彈 還不一定 還不一定 現在選舉還在進行中 未來 或是未來 他的學生們哪些要選舉的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被爆了 結果你這時候他的退休 卻好像是一個表揚 我確實是 我覺得不太妥當 退休金都拿到了 還給他一個牌坊 請教林濤 剛剛講到說要給年輕人一個夢 百億讓他可以到國外去圓 他的遊學的夢 但同一時間 他真正要告訴大家的是什麼呢 賴清德之前跟大家年輕人講說 年輕人你放心 意義無意不會上戰場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國防部 自己提出來的最新的國防報告裡面 明擺的告訴大家 福建號對台灣造成很嚴重的威脅 然後包括對台守防守的 這一些重大的機場 都不斷的在擴建 威脅與日俱增 所以94年後的這些藝男要注意一下 新的非常訓練 雖然你只有當一年 以前我們當一年十個月的 還不見得會下基地 一年保證你會下基地 而且有13週 第二個禮拜新兵訓練 就刁你丟手榴彈 而且是實彈 不是那一種不會炸的 好 那個最新的 說105秒之內 必須完成採貴姿 握姿 立姿 也是照片上中三個姿勢 而且要連續擊發36發 貴姿必須命中六發 左右閃躲必物 要擔任貴姿靶 還有包括握姿靶 必須也要中四發以上 才會算合格 在想說 我們以前好像沒有這麼嚴格 你怎麼看 現在超級嚴格的 我先講一下 就是賴清德這個圓夢計畫 這個圓夢計畫 就是向韓總致敬 就是你之前在罵他說 他的政策不行 結果現在全部抄他 但我們看到 新的國防的報告書裡面 其實有分兩個最大的重點 第一 他裡面 中國威脅的比例 拉高到19頁 基本上他花非常的大的篇幅 在討論現在中國對我們台灣的威脅 這是跟過去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 他把關鍵的城鎮戰 跟不對稱作戰 就是大家過去跟美國討論 就是台灣如果再怎麼樣的 一個不對稱的重點 要做優先的防守 他把它拉高 而且他中間提到什麼 他提到要多以機動小型 跟人機攜帶的這些AI的武器攻擊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把無二戰爭的經驗拿進來 你看到烏爾戰爭裡面 烏克蘭用最多的 就是小型的四軸的這些無人機 他搭載了一個炮彈或一個榴彈 過去會把你炸掉 請問這個俄羅斯怎麼回擊 俄羅斯也是 他用這個榴彈的 這個遊蕩的炸彈 也是一樣在回擊烏克蘭 所以基本上用這種高度機動性的 高度靈活的 高度無人的AI 這絕對是接下來我們台灣 在準備整個戰爭的重點 但是重點來了 美國還欠台灣這麼多的武器 到底什麼時候再來 那個武器已經欠到高達 七八千億的這樣子的一個規模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拿到 我們想用的武器 所以如果在我們 拿不到我們想要的武器 你還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做城鎮戰 用不對陣做戰 不對陣做的是很好 可是你要有相應的武器 跟科技來相應 可是城鎮戰很危險 城鎮戰基本上就是要在台灣本土拿 打這個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耀東哥你剛才提到 這些訓練 四個訓練的過程 幾乎是要肉搏 一對一在我們的領土上來作戰 所以你可以 這個感覺好像可以當槍擊手了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國旁的報告書 兩個一個是科技 另外一個就是人 人這個城鎮戰要訓練 第二個是 之前大家知道嗎 我們這些義務一 要到沙灘做第一次的這種 人肉為強 我覺得大家還是很擔心 讓我們的孩子上戰場 所以與其就是說 你告訴大家 中國的威脅提高 然後你跟大家講說這些武器 可是你實際上 叫我們的義男 要訓練這些內容 會讓我們這一家長超級擔心 真的要上戰場 好 剛剛講的打子彈 但是有另外一種彈 現在可能很多人已經不幸的 把這些彈吃進去 但也不用擔心 按照我們官方的說法說 沒有問題 巴西彈標示效期 標示不符 現在被抓到了 高雄市政府還有屏東 他們都有去查 那現在有一個數字 說總計呢 這個標示日期標錯 原本應該有效效期 是9月24號標成10月5號的 總共有2000核 原本是要賣給全聯的 全聯是說希望 重新再把它 再重標日期之後 標到正確的日期 請他們再賣 後來他們也拒絕 所以我們昨天還講說不會那麼扯吧 改標之後再重新上架 真的他們有這樣想 那現在估計回收 大概是600核到900核 等於說有1000多核 現在其實是沒有辦法回收的 但是按照官方說法 不要擔心 他們認為都沒有超過9月24 農業部跟食藥署現在說法 大家就想說是不是互相在 食藥署打臉他們 所以他們去稽查 發現這個席選場裡面 標準流程只有席選 沒有圖蠟 那記者問他 從巴西運過來的過程中 到底有沒有圖蠟 食藥署說 這不是我們要積查的對象 等於說到底有沒有圖蠟 到現在能夠把關的食藥署 他們是沒有答案的 他說不是我們積查的 好了 那現在再查出來說 這個物量到底有多少 林北豪有時候認為說 8月聽說還陸續有人進口來 不過官方是說沒有啦 這個8月是不同的統計 其實7月17號就是最後一批 請教你 首先 這個 昨天有一位很有名的 這個台農蛋品負責人 圖萬財養雞大王 他今天爆了大料 今天不同的媒體去問他 第一個 他說昨天他不是拍了一支 道歉影片 他說是農業部叫我拍的 叫我扛下來 天啊 農業部逼他道歉 對 針對哪個部分道歉 不要試錯誤 他說他很圓 他說農業部都沒有跟我講 這批蛋的保存期限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就照以前規定的 就是什麼時候席選 往後一個月 他說現在要罰他 他覺得他很圓 他80幾歲了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現在是怎麼回事 這個廠商不買農業部的帳 他現在反而要農業部 所以他說跟大家道歉那個影片 是農業部逼他拍的 他說要他拍的 是農業部叫他扛 那他有沒有證據證明說 這個推算的方式是農業部 叫他這樣算的 好 沒關係 就是因為他是對媒體講的 我覺得農業部有意見 請趕快找他溝通 另外一個 記不記得他昨天還被網友去 起底 9月初他出來幫超司 護航超司 他說我跟秦宇喬 常常通電話 所以你們這些質疑都是外行的 還說我以前就跟超司 他的這個 他有很多實戰的經驗 就是他的這個老公 王福很好 對 王福很好 兩個人有過生意往來 結果他接受另外一家媒體又說 這個也是農業部叫他出來講的 他說他跟超司根本沒有關係 我們那個當事人澄清專線趕快上一下 你講得太扯了啦 怎麼可能 你知道今天這個蛋的問題 本來以為說這個過期了就回收怎麼樣 就算了 現在又變成廠商又不認了 他現在出來反咬農業部了 誰說謊 這才是蛋的多元宇宙 對 現在陳吉仲 或者說續產會 你們通通都要出來講清楚 現在圖萬財 這位圖董他不買單 所以現在很多疑點 一個一個浮出來的時候 陳吉仲部長不要審議 出來講清楚 我覺得每一點都很扯 因為第一時間你告訴我 蠟風之後可以四個月 結果人家跟你講110天 然後你告訴大家瞎扯 120天 然後等出狀況的時候 你回收了 結果你企圖說要改標 重新上架 人家不願意 你改成蛋液 這是太離譜了 每一個聽到都覺得不可思議 但查證之後都是真的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